回来 回来 你跑 你跑什么 这瓜甜不甜 不错 正货 这瓜怎么样 好甜哪 牛二爷 你整天这么白吃白拿的 我们这买卖还做不做了 我说你看这条街上 有谁敢跟二爷这么说话 怎么这十亩大的园子 就长你这么一头算呢 我看你小子是忽腻 糟糕 你又打人呢 牛二 干什么 你也太霸道了 这条街上谁没受过你的欺负 你究竟算哪一路神仙 神仙也算不上 大爷 怎么着 还想 在老虎嘴上拔毛 我们不想拔谁的毛 我们只想讨个公道 好 那我就给你个公道 走 牛二 你赔我的桃子 好 我赔你的桃子 好 来 来 你 你 你 起砰 打 打 打 上来 快 上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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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上来 就把你们自助下 我们去告他去 告他去 去 都去告你二爷去 你二爷就坐在这儿等你们这帮忙八蛋 天下有个讲理的地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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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请老爷给我们做主啊 老爷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做主啊 老爷 给我们做主 没关火了 老爷 老爷 做主啊 这牛二不是东西啊 老爷 买卖没法做了 我们怎么活呀 起来吧 都起来吧 你们今天这通打 挨的是有点冤枉 不过总算没闹出人命来 就是你们的造化了 至于牛二嘛 我会跟他理论他 不过 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万一要是再打起来 闹出个三长两短 老爷 你们倒霉不说 本府尹 我也清静不了啊 听明白了吗 清老爷明事 明事 这还不明白 难怪你们总是吃亏呢 我问你们 开封府是什么地方 是咱们当朝万岁爷住的地方 大衙门多如牛毛 那牛二呢 就是跟这些牛毛有瓜葛的人 我今儿个捉了他 明天还得把他放出去 多麻烦啊 所以啊 我想了个省事的办法 你们呢 先忍一忍 我呢 和牛二再说一说 至于顶事不顶事 我可就说不定了 退堂 老爷 父老爷 慢慢给我们做主 我们小村没法活了 老爷 老爷 来了 来 长老 二爷 告状的回来了 告状的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 告状的回来了 你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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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府给你们个什么公道啊 哎 哎 这买卖我们不做了 惹不起还躲不起嘛 哎 我让你们惹也惹不起 躲也躲不起 看见这些摊了吗 看见看见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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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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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士运不好 偏偏在河里遇到了风浪 沉默了花石缸 自知难以赴命交差 几位志士都是我的朋友 只得相反各位了 都是自驾兄弟 不必客气 请杨志士吩咐 我们大家一定会尽力而为大 不是我杨志士的官位 你 实事 不敢辱没了祖上的名声 我已变卖了家产 给上上下下使钱 蓬婆头皮 也得过这一关 竖密院好说 十点银钱就能过去 只怕 殿帅府不好办 搞球 搞太匪不缺钱 恐怕得另想办法 王志士 王志士 言之有理 我已花了大价钱 买了两块上等好玉 打一堆玉器送给他 我只怕 就怕底下的钱使不好 走不通门路 连高球都见不上 那可就麻烦了 好 杨志士 那只有死马当做火马医 多多保重 拜托了 来 拜托各位了 拜托了 来 收下 拜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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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保重 您看 杨知识 你这两块玉 都是少见的好玉 要不花些功夫雕琢 就可惜了 我就是慕尼的大名 才特意找上门来的 您有多大能耐 就是多大能耐 这工钱嘛 我不会亏待你的 好说 好 这活我接了 能快点吗 这不是刷墙盖房子 慢拱出细活吗 不瞒您说 我急用 那我尽力而为吧 拜托了 拜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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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